寒流的主力南下威力果然相当的惊人 和欢山在下午四点左右下起了冰线 其实每年雪季期间 和欢山都会吸引一窝蜂的游客上山去赏雪 但是反走过被留下垃圾 有台湾阿甘之称的林明德 他统计发现和欢山一年下来 可以清出四到五公顿的垃圾 寒流发威气温骤降直逼冰点 和欢山下起一点点冰线 上一波的积雪未融化 厚厚残雪覆盖在和欢山山头 白矮一片显得诗情画意 但仔细一看雪堆中不止夹杂树枝 还有民众赏雪后丢弃的垃圾 那个头目 这个您带着 好 出发 有有台湾阿甘之称的林明德带头 一行食人的民间环保团体 动手捡垃圾 光是一年雪季 就会清出约四顿的垃圾 一般垃圾都是被掩盖在雪底下 等雪融化了以后它就会浮现 希望一年司机大家都要 有功德心 夏天尤其是夏天不要乱丢垃圾 每次来爬东风就好多垃圾沿途都是 边进山边向游客呼吁维护环境 台湾阿甘要用行动证明爱台湾 也希望游客上山赏雪 带走美好的回忆外 也将垃圾一并带下山 再次来自行食人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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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次来自行食人的